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碰它 酸甜魚 這次我選了一條羅菲魚 配菜有酸薑、白蘿蔔、紅蘿蔔、洋蔥、青椒、紅椒 首先做配菜 蘿蔔半條就足夠 削皮後切條 洋蔥也是切條 這次的配菜酸酸甜甜 所以全部切條 好了,紅蘿蔔 又是小小的甘筍紅蘿蔔 慢慢切條 紅椒 一樣切條 中間這些白色的 拿走它,辣椒會鮮甜 薑也切條 好了,這條魚洗乾淨 就可以切了 我們可以切 怎樣切呢? 我們按刀下去,然後切開 打凍切下去 然後把刀打滑切上來 把刀切開 把刀切開,然後斜斜斜切上來 把刀切開,然後斜斜切上來 把刀切開 用了3斤蘋果做 然後加入2斤糖 然後加入魚露 拌勻 這就是調味汁 好了,我們要醃一條魚 我們用一些粟米粉 即是豆粉 我們再加一些紅椒粉 這個紅椒粉不辣 就是加進去 可以令魚更好 還有更香 喜歡吃的,可以多加一點 拌勻 把魚擦乾淨 擦乾淨之後,我們先加一些海鹽 先醃一下 把海鹽放進去 另外那邊也是一樣 加一些海鹽 接著我們可以幫魚上粉 粉可以放在頭裡 魚肉拿起 剛才我們就是這樣切法 就可以放一些粉 兩邊都是一樣 我們把粉全部印上去 然後把它燉出來 把多餘的粉 把多餘的粉 把它燉出來 好了 把多餘的粉 燒滾了油 我們可以放在條魚上去 一放在條魚上去 它就會炸起來 我們可以提醒它 其實我們不用太心急 可以慢慢炸 炸完一邊之後 我們就 反轉它 炸另一邊 不要用很慢的火 用中火 就可以了 不然它會炸到外面很焦 你看看 慢慢炸 這樣炸到兩邊都是金黃色 炸熟條魚就可以了 炸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配料了 我們下少少油 把酸薑放進去 爆一下 先炸好 然後放入紅蘿蔔 和白蘿蔔 因為紅蘿蔔是比較難熟的 所以我們就放鮮的 炒均勻 炒均勻 好了 接著我們加少少油 可以加入洋蔥 放進去 把香油 放進去 一邊炸 一樣炸 爆香 好了 你看到洋蔥都軟了 我們可以加入青椒和紅椒 因為青椒和紅椒 不用煮這麼熟 我們可以最尾放 記得剛才的白醋,糖和魚露嗎? 攪拌均勻,就可以放進去 嘩,炸一聲就很香 然後放一點水 這樣煮軟 最後,想它的顏色更好 帶多一點蕃茄味 放一點茄汁 約1-2匙羹 這樣就可以了 鋪在魚上 最後,把醬汁倒進去 魚很脆 配料很鮮甜 一個很開胃的菜 大家都來煮一下 想知道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沙悠孝兒 下次見 下次見 recept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